各位觀眾早晨,繼續收看耀才財經台直播環節有問必答 家庭觀眾有事想問的話,可以打電話來 電話熱線204-6566,或是發電郵過來 電郵地址是ask.bschannel.com 身邊的嘉賓換了是我們的郭Sir在旁邊 郭Sir早晨 早晨 等家庭觀眾打來之前,就跟進內地股市方面的走勢 上午來說,上證指數跌13點收市 收報2045點,跌幅0.68% 郭Sir38指數下跌13點,收報2293點 深證城市跌32點,收報8104點 三大指數全線下跌,而跌幅方面,介乎0.4%至0.68% 成交金馬鈴,暫時過了1000億左右 郭Sir,大家都知道,昨天公佈了GDP數字 亦看到6月第二季,GDP升7.5% 上半年升7.6% 中規中矩又不是太差 而且對股市的震盪性都不是太大 我想問郭Sir,因為都看圖表 一向聽郭Sir分析內地方面,都說三頭馬車 分別是故頭、消費和出口方面 如果出口是7.6% 當作一個餅來分,出口方面的佔比都比較少 只有0.1% 而故頭方面就多了,4.1% 消費占了3.4% 趨勢很不平均 尤其是出口方面的數字,佔7.6% 佔0.1% 非常之少 可以解釋到,因為外圍經濟比較差 以及人民幣匯率相對比較強之外 都影響出口的情況 我想問郭Sir,另外兩頭馬車分別是故頭和消費 接下來中央是否著重在消費方面 因為見到佔比都越來越大 事實上來說,三頭馬車說了很久 第一就是出口 出口以往一直到經濟的貢獻 當時廉價土地、廉價勞工 的確是有利於工業的進一步發展 事實上,第一桶金除了農業之外 就是工業去拉動 好了,到現在 有幾個原因對出口造成一個很大的打擊 第一就是匯率 人民幣的匯率持續還是高企 即是說,人家買你的東西 相對來說,是要給多一點錢 即是沒有競爭優勢 第二,本身自己的勞動成本也不斷上升 很多年前,當時工人的工資平均八百喊到一千元 後期就千一到千二元 之後現在去到兩千多三千多元 其實三千多元還是很普遍 即是說,單價或單量 因為歐洲或其他地方經濟放慢 有一點不足 但反而自己的勞動成本 經營的成本 加工的成本就不斷上升 那你怎可能有競爭優勢 即是說,工業拉動經濟增長 這個勢頭,這個貨車頭 不斷昔眉 未來都還會繼續昔眉 人工上來是不會跌倒下去 如果原材料再進一步升溫的話 更加不用做了 所以現在很多廠房 將那些生產線 已經遷移到柬埔寨、越南、泰國那邊 當然之 出口不行 剩下固定投資和消費 固定投資 暫時來說的角色就比較重要 但始終13億人口 最終來說 都是一個很龐大的消費市場 好像美國那樣 75%的經濟增長 就是來自內部消費 當然之,衣食、住行、家電等等 全部都是消費 只不過,現在這一分鐘 暫時沒有政策主導之下 這個版法 暫時來說 似乎來說 都不是說走得很熱 你好像早歷幾年 有家電下鄉 電視機、電器產品 不斷地消停 汽車下鄉 汽車股當然是受惠 這個不用說 但現在沒有政策出台的話 大家就要看看市場的需求 到底是怎樣 醫和食其實每天都需要 13億人口 只要經營做得好的話 其實這個市場的發展空間 是相當大 亦都很有深度 或者一些廠房 生產一些物品 如果出口是沒有競爭優勢 做不到出口的話 不如就做內銷吧 其實都還有很大的市場 可以讓我們發展 未來如果有政策再出來的話 我自己看 都會集中在內需的板塊 即是由內需和固定投資 去拉動經濟 可能仍然還是大趨勢 這個改變不了 OK好 麻煩你郭Sir 稍後再分析內地股市方面的走勢 現在先聽一下電話 市先生早安 早安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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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問什麼 是 是 喂 市先生 是 想問什麼部分 今天 郭Sir 我想問那隻 地潮針行帝地診 怎樣 有沒有貨本身 蛤 有沒有貨? 這隻有沒有持有的? 這隻重充 這隻重充 好 你介不介意 介不介意你多少錢買入 即你分 平均價3.9 3.9 3.9 麻煩你 郭Sir 3333 暫時現時跌三仙一部 3.09 怎樣算好? 可否回家鄉? 其實 見到3.9 就不是很難很難的一件事 不過如果你內房股當中 你現在這一刻 就算我們推介的 都是以大型的 例如央企 688 1.109 或者省企 或者龍湖 世貿 比較大隻為主 恆大 其實由四個多跌下來 跌幅已經很多 但是 債務就比較重 這個 一直對他來說 都有一個捆綁的因素 但是 會不會好像這樣 有個別的內房股 一直以來都是債務比較重 所以股價持續受壓 但是後期 有些港商入股 股價馬上飛天 會不會恆大是這樣? 現在這一分鐘我就不敢肯定 不過 的確是不排除這個可能性 你問到我 會不會見到3.9元錢 如果你說 短期 或者近期來說 就比較難些 你整個市場 都這麼低迷 尤其是 都是屬於一個 升後整固的階段 但我自己覺得 由19,426點的上升 應該的高位還未到 市仍然有條件 進一步上市250天 甚至乎50天線 不過 內房股當中 會不會全部受惠呢? 這一刻就未必 如果你不是做孖展 或者是真的拿著現貨 如果你能夠搜到 來到現在這個價錢 我不建議你指示 我當然建議你繼續搜下去 到市場氣氛比較回暖 或者經濟的增長 真的進一步下跌 到某個百分比 某個百分點 中央有政策出來的時候 房產業這些 應該都不會差得去哪 我總是覺得 中央一隻手 就調控樓市 不讓樓價升 但另一隻手 更加要維穩 就不讓樓價跌 因為樓價跌 負資產多 負資產多 你怎麼可能會有內需的消費 負資產多 你分分鐘 連銀行的資產質素都變差 所以對樓房股我不看淡 不過大氣候還未到 短期來說 如果有秋星的話 初步的阻力是3.4元錢 暫時來說 3.4元 過得到3.4元再向上網 就3.6元 即是矮仔上樓梯 吸吸向上網 你要到3.9元錢 我相信條路還是比較長 暫時等等 先不要出 也不要加住 拿著貨 繼續觀望 見到家鄉的時間 應該是有 不過就要長一點 好嗎 有其他事? 士先生 還有223 A50 八國八號 四入 223 我四入 是 八國八號 四入 上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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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賣入價很漂亮 賣入價很漂亮 賣得相當漂亮 其實整個A股 已經由1849點開始回升 有少少離底的感覺 加上上证指数由19149点再加上1946点 这两点连线成为一条短期的上升轨 形态有利进一步向上行甚至四穿218点 或者进一步上市2150点 这个当时来说是有点转稳的 8个多人钱买 现在这一分钟压力不是很大 短期暂时的阻力是大约9.5至9.6 A股这两天有点反复 总之不跌穿2022点 或者不跌穿我所说的短期上升轨 整个A股势头仍然继续向上穩高位 如果A股再进一步向上走的话 2823你试一试9.6一 甚至高一点9.8半的机会还有 不过暂时的幅度我都不敢看得太高 因为A股始终还是难明的 短期来说虽然有点断定了 但是你说很肯定地说 A股已经见底了 不会再跌 我又说不出这句话 唯一要说的就是 由6月25日到现在为止 以收市指数计 我说一下收市 以收市那一刻来说 上证指数从来未跌穿过1949点 不过日中就几次跌穿了 不过不要紧 现在这一分钟暂时都站在2000点上 不跌穿2022点 继续向上下 你可以订低指站位 指站就比较难订的 只有几毫子 如果真的要订的话 今天最低是9.25 或者9.25 做个参考 万一跌穿了 就当然不太好 如果拿得少的没相关 拿得多的就考虑 要不需要指站 或者辜负离场 这一分钟暂时来说 可以先等等 初步的阻力是9.6一 如果过得到 下一个技术上的目标价 应该是一个月来的高位 大概是9.8毫半 幅度暂时看这么多 不敢看得太进取 希望能帮到市生你了 郭Sir时间差不多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几分钟后 听郭Sir说大事方面的情况 有另一位主席人口和大家聊天 有些想问就可以打电话来 会在下午1点半再解答你们的问题 假定观众不要走开 稍后再聊 欢迎订阅 好了